高麗菜卷 歡迎來到台灣媳婦在美國的無肉廚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高麗菜卷 準備的材料有高麗菜 蔥韭菜 還有Beyond Meat 高麗菜 沿著新的地方 把菜葉拿下來 新的部分呢 把它切小塊 切好的高麗菜 放到容器中 加鹽 搖一搖讓它出水 把蔥切成蔥花 把素漢堡排放進去 加薑粉 胡椒粉 把它用力攪拌 攪拌後加入蔥花 出水以後把它擠乾 加入高麗菜 加入高麗菜 這樣子拌均勻就可以了 煮一鍋熱水 把高麗菜 丟進來燙 燙約一分鐘 這樣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把韭菜也燙一下 韭菜也燙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將高麗菜梗 這個陰影的部分 削薄 一片高麗菜葉 放上餡料 把它捲起來 兩邊折起來 捲起來 捲成這樣子 拿一條韭菜 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把高麗菜捲 放到鍋裡 加一碗的水 兩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的味醂 加香菇粉 開火 蓋上鍋蓋 煮十分鐘 哇 香噴噴的 熱騰騰 美美的上桌了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簡單做菜 輕鬆開飯 健康無負擔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